美加軍艦聯合穿越台海 中共艦艇窺探 美國空軍部長警告北京 別輕舉妄動 二十大前 反習勢力一呼百應 中共忙消音 消失三個多月 李佳琦重現直播間 慫了 無人機頻繁擾台 中共出手管制 麥當勞重返基辅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聲TV环球看點 我是王靖怡 今天是9月21日星期三 我们来关注下面一组消息 在拜登表明 若有必要 美国将协防台湾之后 9月20日 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和一艘加拿大海军巡防舰 携手通过台湾海峡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在声明中表示 美国海军伯克级飞弹驱逐舰西金斯号 和加拿大海军哈利法克斯级巡防舰温哥华号合作 执行例行性任务 是在符合国际法的情况下 连昧通过台海的 声明说 两艘军舰行经水域 不在任何沿海国家领海范围内 且符合国际法的公海航行和飞行自由使用范围 表明了美国及其盟国和伙伴对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 加拿大军方也证实参与了此次过境 加拿大国防部发言人布什利埃表示 在印尼雅加达和菲律宾马尼拉的港口访问之后 温哥华号与西金斯号一起航行通过了台湾海峡 因为这是最直接的航行路线 对此 中共方面有什么反应呢 美方证实 在美加军舰航行期间 有中国军机和军舰出现 美军发现中共的飞机和船只在不断窥探 自去年年底 美加还有英国等盟国的军舰 不时的在台湾海峡自由穿越 引发了中共不断的跳脚 这次也不例外 中共东部战区发言人失忆21号老调重谈 指责美国驱逐舰与加拿大护卫舰是公开炒作 东部战区组织兵力全程跟踪警戒 随时保持高度警戒云云 印证了美方说的 中共的飞机和船只在美加军舰航行中不断窥视 而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则警告中共 不要轻举妄动 肯德尔在美国空军太空军协会主办的 年度航空空间与网络会议上表示 中共入侵台湾将犯下一个巨大的错误 他表示虽然目前没有证据显示 有人即将对台湾发动侵略 但这并不影响美国空军将中共的威胁放在重要位置 他指出他多年来对中共威胁发出的警告 终于受到了华盛顿的重视 美国空军现在也将其预算和战略焦点转向了印太战场 而此举与美国国防部更广泛的战略也完全契合 中共二十大即将召开 习近平也看似即将展开史无前例的第三个任期 但是这背后依然暗流激荡 反习之声一呼百应 有报道说中共现有格局和组织架构 或许难以阻挡或制衡习近平的政治野心 但他上台之初极力争取的红二代基本盘 现在对他的支持已经分裂 习近平当局也在忙着消音 中共元老宋平不久前突然公开提倡改革开放 引发了外界的联想 不过这段谈话影片后来也遭到了删除 美国之音报道 一名不愿具名的北京红二代圈内人士说 就他接触到的红二代和党内人士而言 绝大多数不支持习近平连任 稍微婉转的人就设法转发各种反对 回到毛泽东时代的民间发文海外文章 以及邓小平南巡习近平支部习仲勋 有关发扬民主的言论表达意思 如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日前发文 批评中国历史研究院 歌颂明清时代闭关锁国 即被解读为旨在表态反对开道车 时评人士周晓辉指出 红二代地产商任志强2020年被重判入狱之后 很多曾经支持习近平的红二代 已经和习近平拉开了距离 有些甚至公开质疑他 为了巩固习近平的权力 中共办公厅最新推出了一个 能上能下规定的修订版 尤其饱受外界的议论 这被视为是习近平又一个加速的动作 很可能彻底打破二十大的人事格局 时评人士唐靖远分析 这个能上能下修订版的原则基调是 所谓新时代好干部标准 必须以是否坚持了习近平思想为核心 就是必须以是否效忠习近平为标准 再说白点就是只能有习近平拍板 这个新版本的其他改动 也在从党内帮规上给习近平连任铺平了道路 同时也等于给他的所有心腹亲信的连任铺平了道路 他说这15个条款没有一条是明确清晰的硬性规定 全可以由当权者自由解释 就是老百姓说的那种 说你行不行也行 说你不行行也不行的状态 没有了任何游戏规则 全凭当权者的一句话 比如大家都认为核战书和韩正根据七上八下要下台 但根据这份规定 韩正下台不意外 核战书就不一定了 甚至其他几个即便年龄没有到 也不一定就能保险留下来 按照能上能下规定这样的玩法 唐靖远认为 习近平的最低目标就是要让习派在政治局 占据至少七到八成比例的绝对优势 并将这些亲信都安排在关键位置或掌控重要省市 习近平等于利用这个规定 方便在二十大发起一场软性的人事清洗运动 他已经开始为自己连任后的执政环境 尽最大限度构建习派人马的优势地位 并准备把反对派一网打进 当然目前还没有迹象显示 习近平要像毛泽东横扫党内牛鬼蛇神那样 大搞肉体消灭的清洗 但他准备利用二十大一次性的 让大批反对派靠边站远离权力中枢 让习派人马一统江湖是可以肯定的事情 唐靖远说站在反对派的角度 这种吃相肯定不是一般的难看 他们会甘心俯首旧秦 默默地退休回家 去独自抚平内心的伤痛吗 显然不太现实 因六四坦克造型蛋糕事件 而被封杀的大陆直播一哥李佳琪 9月20日在淘宝直播间现身 这是他今年6月3日 直播突然遭到停播109天之后 首度进行直播带货 李佳琪回归的直播中 宣传产品以日常生活用品及衣物为主 包括洗洁精 垃圾袋 消毒液 内衣内裤 运动鞋等 直播吸引了大批观众收看 到晚上的9点观看人数已经超过5000万 李佳琪6月3日在直播介绍奥利奥饼干时 端出了一盘坦克车造型的蛋糕 直播立即被掐断 引发了全网寻找 都在问李佳琪什么时候能继续直播 还有网友不断的追问 李佳琪直播中坦克蛋糕的关联 更有许多人因此开始寻找有关六四的内容 美国之音称 李佳琪断播事件反射出 在中国如此密集的政治红线之下 任何人都有可能随时成为审查的牺牲品 不过目前看来 李佳琪暂时是安全着陆了 至于李佳琪为何能够付出 外媒报道认为 中共对直播行业的严厉打击 对中国经济是一种重创 李佳琪和威亚在屏幕上消失 已经损害了在线销售 视频员李林一分析 李佳琪重现直播间更像是中共安排好的预定动作 现在中国经济处于下行阶段 各行业都不景气 中共非常需要网红主播拉动消费 这是李佳琪回归的主要原因 也将成为下半年大陆美装销售超预期的引擎 但他认为李佳琪的付出 对推动中国总体经济的影响有限 有意思的是 网络上还流传李佳琪付出计划的四大动作 第一就是从9月20号开始 他会在微博发声 然后现身配合中共复工复产活动 所以李佳琪是按照中共特定的剧本演戏的可能性较大 但是中国经济现在不是一两个网红主播 卖点东西就能拉动的 对中国经济总体来说 并不见得有太大的帮助作用 大陆无人机飞到台湾金门进行骚扰 甚至直冲军营拍下营区和国军照片 造成了两岸局势更加的紧张 台湾方面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 也曾三次开火 甚至击落了中方的无人机 宣示政府和国军已经做好了应对的准备 不知是否是因为有所顾忌 或者只是表面作秀 中共厦门市警方等多个单位 20日发布通告 声称要规范当地的民用无人机升空规定 包括实名制购买 先行向官方申报 违法的个人将开罚人民币1000元 违法的单位将开罚人民币5000元 通告要求无人机等起飞 需要向飞行管制部门申报 飞行空域和计划 在学校 车站 码头 商场等公众聚集 人员密集场所及大型活动现场 使用无人机等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 需要通过厦门百姓APP 无人航空器模组报告起飞位置和飞行范围 通告还要求遵守飞行路线 严禁在关系国际民生 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重要单位 设施 场所的上空 和厦门高级机场附近的禁飞区域飞行 CNN日前撰文指出 北京当局放任无人机侵扰金门 是认为可以利用这种非官方非军方的灰色地带 取得一些优势 尤其是无人机有无法掌握实际操作者的特性 难以确认侵扰金门的行为是否有中共军方插手 CNN报道也提到 台湾当局可以透过要求大疆等无人机厂家 将金门敏感地区设为禁飞区彻底阻断 若大疆拒绝 恐怕会在西方国家制裁之后 又遭到台湾的制裁 影响巨大 美国连锁速食店麦当劳20日 在乌克兰首都基辅重新开张 当地民众在店外排起了长龙 而另一边 俄罗斯当地版本的麦当劳店宣布 将在年底全部营业 麦当劳重新回归基辅 让许多人兴奋不已 也被视为经历近7个月的战乱后 基辅的生活逐渐恢复正常 9月20日 有三家麦当劳重新开业 当然 目前只能提供外送服务 不能在店内就食 但人们已经迫不及待地在麦当劳门口排起了长队 有顾客说 我们三个人买了三份至尊汉堡套餐 这是货真价实的 这是我等了200多天的东西 对于乌克兰人来说 这不仅仅是重新吃到了自己喜爱的食物 还有更深刻的象征意义 顾客丹尼斯说 他很想摆脱战争的不良气氛 回到俄罗斯全面入侵之前的那个时代 麦当劳就是那个时代的象征 而在同样喜欢麦当劳的俄罗斯 在战争爆发后不久 麦当劳就全面撤离了 但店面和美味的汉堡却被留了下来 只是换了个名字 叫做就是这么好吃 到目前为止 俄罗斯在战前的850家麦当劳分店 已经有820家更换名字恢复营业 而每一家分店重新开张时 都会出现客人蜂拥而至 大排长龙的画面 尽管战火和分歧依然存在 但俄乌两地人们对美食的喜爱却是相通的 就如同麦当劳的汉堡和炸薯条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这两天 一位伊朗的22岁女子因为不戴头巾 被伊朗的道德警察抓捕 而后死亡 这引发了伊朗人的抗议 伊朗的女人们开始纷纷地剪掉自己的头发 焚烧头巾 男人们也开始加入 也纷纷剪掉自己的头发 表达抗议 最新的网传视频显示 伊朗最伟大的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的 豪华大宅子的墙上的照片 也被愤怒的民众撕毁了 有网友说 伊朗人真是人 一个人死了 竟然有这么多人站出来 而那个大国 一翻车27个人死了 竟然是云淡风轻 其实 几个月前 中国国内的网易上就有这样一篇文章 题目是 伊朗的高级精神领袖哈梅内伊 为什么现在越发的受到民众的反对 引来了超过10万多条留言 网友说 愚昧的人才需要精神领袖 搞个人崇拜的最终都没有好下场 哈梅内伊也是如此 不知道伊朗人民这场熊熊燃烧的反抗烈火 会让哪些人的屁股觉得坐不住了呢 对于今天的话题 您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留言区说一说 也欢迎您点赞订阅 转发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见 我是希望之声后院小天地的主持人丁岳 感谢您对希望之声捐车的支持 把车捐给希望之声后 我们会尽量打理好您的爱车 争取为它找到一个更好的去处 也给您一个更高的抵税额 捐车给希望之声 只需一通电话 我们会快速取车 免费拖车 办理捐车后的一切手续 省时省力省心